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们的提速啊 以此类推提到120至上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简化练习步骤 把我们的练习步骤呢 变成一个过弦一个贴弦 一二一二循环 由于此时我们的练习速度是比之前要快了一倍的 所以我们要先降速降到70左右 再从第一开始练 同样的当我们两拍一个音的速度提到120至上 我们就可以再次简化练习的步骤 变成每拍一个音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速度又比之前提升了一倍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先降速降到70来练习 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不断的去提速 直到达到自己速度的极限 以此类推 我们还可以一拍两个音 一拍四个音 这样去练啊 这样来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提速的练习 当你的扎砖稳定之后啊 也可以进行不扎重的练习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点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的这个速度呢 我们一定要保证能够做到稳定和相对放松 千万不要咬着牙 架着肘 耸着肩 然后拼命的进行加速啊 这样的练习不但没有效果 甚至可能会有反作用 好 当我们的提速练习 练到自己目前水平的极限之后 我们还能玩出什么样的花样来呢 我们可以在练习单指的同时 进行一个节奏型的训练 比如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型 再比如负点音符 再比如这样的 这样呢 我们既练习了单指 又练习了节奏 并且练习的过程啊 也非常的有趣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 双手不同步的一个训练 这个练习啊 可以锻炼到我们的协调性 同时呢 也是为以后的分手弹奏去做一个预备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发现了 我们的这个两只手 交替去进行一个十指的单指演奏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点奏也就是轮膜 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啊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基本功能练习 我们后面要学习的绝大多数的更高难度的指法 都是从单指组合中延伸出来的 当然了 我们要去把这个点奏弹好啊 还要加上手臂的带动 甚至整个身体的整劲 这个我们后面的学员课里面会详细说啊 这个今天就不去细说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摇指 摇指的练习我们今天以长腰为主 我们的学员课 节课的时候呢 摇指的练习标准速度为70 节奏型是这样的 与单指相同 我们的摇指的练习啊 也是可以进行速度上的提升 以及节奏型的一个变化 在这里呢 我就不去重复举例说明了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进行摇指的耐力训练 以及幻弦训练 然后到最后的一个万曲节可摇 耐力练习呢 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定速耐力训练 第二种是变速耐力训练 这两种练习啊 我们都要从单弦跟节拍器开始进行练习 这个定速的耐力训练啊 理解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我去摇一个中阴的骚啊 在我能够保持摇指质量 和持续不间断的一个基础上 用我的最快的速度去摇 比如说我能摇一分钟 那么我们就以一分钟啊 为一个开始的基点 每次加一点点去增加我们练习的这个时间长度 以此来达到一个训练耐力的目的 一般而言呢 三分钟左右的这个耐力练习啊 就可以支撑五级一下的小乐曲了 如果是八级一下的乐曲 一般来说你的摇指耐力能够达到五到六分钟 也是可以够用的了 变速的耐力训练 同样举例说明啊 比如说我最快可以摇到130的速度 那么我从70开始 以两到三个速度为单位 逐渐加速到130 总的练习时长呢 以自己单摇可以达到的最高持续时间 作为参照 下面我为大家来示范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神练习 我们可以先从慢速开始 比如80的速度 进行一个音阶的练习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是一个上行的练习 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个下行的练习 当音阶练习熟悉之后 我们可以换个花样 八度换弦 比如说 比如说 刚才的这一组是以拉开头的 我们还可以换一换 来一组 我换个花样的练习 我们可以再加上不同的节奏型的练习 比如说 我们把前面练习的几个上行音阶组合起来看看是一首什么样的乐曲呢 诶 发现了吧 北京的金山上是我们入门基本上都会学到的一首小乐曲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熟悉的乐曲啊 都组合起来 变成一种摇指的练习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这个流氧盒 也是可以用这个形式来进行练习的 还比如说 我们学古中的人可能最初都听过的一首乐曲 沧海一声笑 在这里我要郑重的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在练习摇指的初期 必须要跟节拍器进行练习 并且一定要在你的单前的这个摇指啊 是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上 我们再去进行提速耐力 以及换弦的训练 而且我们还要保证 在摇指的过程中 每个音是均匀干净的 换弦是听不出来换弦痕迹的 总之就是 在我们进行拓展训练之前 一定要保证前一个步骤 已经练得很扎实了 否则 基础不老 地动山摇 好 今天的方法呢 就分享到这里 实际上还有很多的花样可以玩啊 今天呢 我只是抛砖引语 让大家打开思路 大家也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面 分享你们的好方法 视频的最后呢 有两点 我还想再强调一下 首先啊 以上我给的所有的练习的方法 建议 都是要建立在你本身的练习方式 没有问题的基础上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练习方式不太对 一定要找老师去纠正 千万不要觉得错误的练习方式反复叠加多次之后 它就会变成对的 这个概率非常低 然后第二点就是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贪多贪快 选择两到三个自己喜欢的方式 然后在保证循区渐进和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去练习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动一榔头 吸一棒子 我练两分钟这个练两分钟那个 玩一会儿手机再弹几个曲子 好 然后说 我每天怎么练了三个小时一点进步都没有 那记住啊 足够的量变才能导致质变 专注和坚持很重要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呢 可以投币点赞加关注哦 另外 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小猪手的微信 来进入我们的微信大院群和学习群 群里面有非常多又牡蛎又可爱的小魔鬼 陪伴大家共同学情哦